到台北旅游,您心中第一名的景点是哪里呢? 北市官船局统计今年1月造访台北各大景点的旅客多达582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近5成 最热门景点前3名依序是台北101、松山、文创园区还有士林官邸 游客也说101是台湾标志性的建筑 一定要来打卡拍照才不需此行 但也有人力挺夜市商圈或是比较喜欢华山松烟这些文创园区 认为更能够体验到在地文化 来到台北市旅游 不论是户外景点、主题商圈或者是历史建筑 通通一次可以满足 那明星里第一名的台北市景点在哪边? 松山文创园 老后街夜市 新一区吧 宁夏夜市 我蛮喜欢西门町 雨再大也要撑伞拍照 台北市人气第一的景点就是台北101 北市官船局公布最新一月份统计数据 有着象征台湾现代化标志性建筑的101 被国内外旅客列为必防Top1 先到观景台拍照打卡 再到商场逛街购物 周边还有新一商圈四四南村 安排一整天都逛不完 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建筑 看到大家都来这里 想去上街坐电梯上街看一下 第二名人气景点则是从古老制烟空间 转变成崭新文创橱窗的松山文创园区 近年来活化空间再利用办理艺文设计等展演 再加上邻近的大巨蛋也开始营运 未来人潮将会更可观 颈椎在后的士林关体富含历史文化 园区内一年四季 郁金香玫瑰再到菊花 什么时候去都能看到不同面貌 我们的台北旅游网或者是我们的FB或者是我们IG 运用到不同的多元管道之后 能够接触到不同的客群 然后吸引各国的观光客 今年一月份北市知名景点造访人次突破582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五成 借着冲高旅游人次推广观光带动商机 介绍好礼品周台北采访报道